尤其是一個月的南島文藥 隨著紅新聞就要來採集館 自立鄉農會要在的車廳來基盤掛董 其中包括農夫設計、文藥教授、DIY 以及發表新的文藥產品頂頂的掛董 自立鄉農會為了更多UK進來 也更大基盤設計 對於性大有更努力 探到南島文藥的基盤比目 自立鄉農會也探機會發表新推出的文藥產品 做參與農會掌董都做回來合作推薦 現場也共同基盤、模樣家屬、DIY 提供尤其提供少許模樣產品的儲備 我們今年推廣煤產業的成效非常的好 我們今年對外的廠是有45廠 總人數將近做到3,400多人 那我們帶出去的青煤就是光活動推廣 就將去5公噸了 那淬煤我們以往賣有沒有 大概就幾千罐而已 我們今年已經賣到1萬2千罐以上了 就幫農民推廣的成效是非常的好 那梅子酵素的部分 它主要也是屬於黃手鎂的一個系列產品 因為酵素其實對人體的幫助非常的大 能夠讓我們新陳代謝 能夠讓我們酸鹼中和 那我們身體會越來越好 為了一個月的南島文藥 雖然王媳婦的一種採修員 就由自立鄉農會在探柴基盤 比目瓦棟來宣佈各個大陸 自立鄉農會為了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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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來 也擴大基盤為好企業 新陳代謝 新政府特別感謝我們第一線農會 以及所有的一個工作夥伴 在這個月利用假期的時間 不管是在線內或者是線外 推廣這個自媒的DIY讓大家認識這樣的一個產品 所以後續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產品認識 南投縣各個鄉鎮的一個農村產業的文化 那能夠更體認農友在整個栽培生產的過程的一個辛苦 那大家都知道 新利跟水里還有仁愛 都是產青梅的一個大鄉鎮 但是每個鄉鎮的這個氣候季節土壤都不一樣 水里鄉的青梅就是很適合來做淬梅 那今年的淬梅 整個鄉鎮的都不錯 整個鄉鎮的華東是相當老人 全完之後是榮教育和農業休閒的氣氛 讓參加民眾和UK 不太興奮到水里跟車廷的米在香港 也能夠真一步體驗了解 南投官的農業文化和第三天 記者檢視差不多